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很不幸的告诉大家,这次什么都没更新 最高庄严还是26级 游箱存的经验,只能是浪费掉了 早知道就有了,还没有点补偿 现在什么都没有,只能等他发霉发臭 可惜了,烧了几十万技能点 还以为这次五周年出新的登级 这次的更新不仅仅是烂 说到烂出天际也不夸张 你还别说,这冰冰的旋律还挺好看 我觉得急速就是霸灯头 第二个活动还是实装 这次进了实装窝了 2580太阳可以全额放黄 总共分三次放黄 这还有个新手房里 光听名字就知道来坑新手玩家了 细看之下还挺良心 支票全额放黄 结果这讲实底的东西全是垃圾 一辆晃皮的摩托和单车 好家伙 这还是有时间的 还真是,我是服了这老六了 就算是永久的,我都不稀罕 更何况还是只有七天 我那个小偶尖还觉得吃亏 让你们占了个大便宜 毕竟这可是天鹅反患的 真是中年期也没有撞子卡 有的只是些垃圾的东西 就这个时装肯定要有人说 好好看呀,这话良心了 上学就说没有这个时装 唯一我觉得不错的就是这个14天奖励 有胶囊和10个血清 这个生存之心也是不错的 算是真正的白条东西了 做任务就可以提升本级 升级就能获得现实的太阳 这些现实的太阳 只能在折扣三串里有 东西还是有很多的 到时存够300可以改个名 还是小强姐姐适合我 后面还有血清配件材料 磁心和长叶算是比较齐全了 最后就是重返希望股了 我都不知道出这个意义核打 重新叫我们做一遍任务 现在这大叔没有感情 你想打 这能力儿还拿他出来卖钱还 还有些人更搞笑 这什么大叔回归内幕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觉得中年庆怎么样呢 反正我是觉得一次比一次浪